麒麟王最精彩的地方 就是看着各个角色们在前进的路上 挥洒着热血与泪水 看到他们达成目标时会感到高兴 当他们失落时又会感到惋惜 这些时而欢笑 时而感动的故事 就是麒麟王引人入生的关键所在 但在众多角色当中 就有那么一个人哦 一出场就是人生赢家 外表又高又帅 穿着白西装 开着鲜红的跑车 实力也是最顶尖的 后来还取得了头衔 没错他就是作者认证过 满脑子只有为妻的笨蛋 虚方金刺 哈喽大家好我是蒙串 欢迎收看麒麟王人物质 说到虚方金刺 不知道大家对他有哪些印象呢 作为他使名人们下的大弟子 实力自然是不在话下的 平常戴着眼镜穿着白西装 举手投足都表现得斯文大方且优雅 满脸的自信与从容 年纪轻轻就到达了职业骑士的顶峰 加上他那台鲜红的跑车 应该也迷倒了不少的女生吧 还曾经直接跟女友说 没有比维琪更有趣的东西了 说出这种话也有女生喜欢 看来人帅是真的好啊 等一下 好像也没人说过 那个人就是女朋友啊 难道他们只是跑 平常总是叼着一根烟 兴趣除了维琪 还有养热带鱼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在家里从不开灯 这样完美的人设和带鱼 根本就是坐着亲儿子的级别啊 而这样的他在剧中 自然也是担起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关于他自身的故事哦 基本上要到后面 才会有比较多的琢磨 但即使是这样 续芳在前期依旧是存在感十足 因为当每一次 剧情需要有关键突破的时候 哭天优美老师 都会让他充当剧情的推手 称他为最重要的配角 也不为过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看看 续芳在麒麟王中 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吧 续芳出登场 使阿光去儿童围棋大赛的时候 我们的超级屁孩镜藤光 居然在别人下棋的时候乱讲话 害着别人要重彩 这时候续芳跑了出来说 为了避免骚动 先把阿光带进后台 也因此让佐薇在这里初次碰见了 同样以神之一手为目标的 踏实名人 顺带一提 续芳在漫画里 一开始是长这个样子的 后来变成了这个样子 就像我在奈奈的影片说的那样 七零王的角色们 都会随着故事慢慢长大 但续芳已经没法长大了 所以应该是去整容了吧 然后就是阿光在跟阿亮 第二次对局的隔天 来到了围棋会所门前的他 本来都打算要走了 续芳却在这个时候出现 并把阿光强行拉了进去 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在阿光走到门口的时候 跑了出来 你说他没看过剧本 怎么会知道阿光现在在这里呢 续芳的这一举动 让本来不想进去的阿光 有了一个合理的理由 跟踏实名人见面 这幕可说是前期的一个小高潮 因为阿光也是在这次察觉到了 自己在心底向往着 踏实他们下棋时那帅气的模样 这样单纯的动机 就此成为了阿光开始下围棋的初衷 续芳干得漂亮 除了强行把阿光拉进去 续芳还把事情的始末 告诉了阿亮 让阿光跟阿亮这对宿命中的恋人 而不是宿命中的劲敌 即使没有直接的交流 却还是在各种的事件中 联系在了一起 接下来是在业余围棋大赛上 与阿亮讨论在网络上出现的神秘高手 赛 这里表面上则是让阿亮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对象 但徐芳自己的主线故事 其实也在此时悄然揭目了 作为一名骑士 听到网络上出现一个如此厉害的人 他打从心底希望自己能和赛对于一局 而作为少数亲眼见识过 阿光那股深不可测的实力的一员 听到河谷说赛有可能是小孩 脑海中也不禁浮起了 景藤光这名少年的身影 所以对阿光充满兴趣的续方 在之后的怨声报名中又出手了 作为主角的阿光跟观众们一样哦 都是从什么都不断开始 渐渐对围棋加深了认识 理所当然的也不会知道 报考怨声时需要的资料与期限等等 如果让他玩一期才当上怨声 说不定考上职业的就是一角了哦 哎等一下这样是不是也不错啊 总而言之让阿光飞速的成长 才符合七灵王一贯的节奏 为了填补阿光随便走进去 也能报考的不合理性 枯田老师再次安排了续方 帮他开了后门 以推荐人的身份帮他参加考试 也不等工作人员的答应 只说了一句 就回头了 是真的太酷了吧 也因为续方是推荐人 所以他顺理成章的再次成为了 连接阿光与阿亮的红线 带阿亮到棋院告诉他 阿光已经追到处手可及的位置了 这时候本来没什么精神的阿亮 则直接激发起斗志 说要跑到他望尘莫及的地方 虽然两人没有直接的互动 却能让观众们都了解他们 在对方心中的分量 所以说续方的这些戏份 虽然剪掉也不影响剧情 却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没有这些描写 就有如吃泡面少了调味料 整个剧情都会变得淡然无味 甚至可以说续方这名角色的真正身份 其实就是精妙的安排剧情的 枯天老师的化身 顺带一提 在漫画中 从阿亮在对局室 看到阿光到处来和续方对话的这段期间 都是在祈愿的六楼进行的 所以在这场戏的最后一幕 续方的帅气回眸 看的是房间里的阿光 但是动画里夹叉了阿光跑出来的画面 然后再让阿亮到楼上与续方对话 结果是续方的这个回头 变得有点意义不明 不知道在看哪里 不过也无伤大雅啦 之后就是阿光正要去生夏老师的研究会时 续方又跳了出来 邀请他参加踏实名人的研究会 枯天老师借此机会 再次表明了阿光想成为阿亮劲敌的决心 也顺便透过续方的嘴巴告诉观众们 之后会有让骑士和怨声对决的若狮子赛 而到了若狮子赛的当天 续方也亲自过来观察阿光的实力 之前在儿童大赛和围棋会所中 续方看到的都是左围的影子 这次是他首次看到阿光只身的实力 他的出现除了是再次担任 阿光跟阿亮的联系之外 同时也开始铺垫出 左围缺少身体 无法自由下棋的无奈 接下来终于轮到续方自己的故事了 续方跟桑源可说是命运中的冤家 早在桑源初次登场与他使命人的对话中 就提到了他击败续方取得挑战其胜头衔的资格 枯天老师从那时起就安排了他们这对 旧时代中最老与最年轻头衔者之间的对决 看看谁能站在最高峰迎接新时代的浪潮 对比起桑源开朗又带点轻浮的个性 续方则显得有些严肃而失败 为了争夺本应方的头衔 他们两个也一路缠斗至第七局 擅长心理战的桑源 更是故意让续方在最后一局才第一次封棋 再问他怕不怕不小心写错了 各种语言的骚扰让续方担心了一整晚 直到宣读封棋确认没写错后才松了一口气 但这小小的影响在他们顶尖高手的对决中 已经足够分出高下 本来大众也都普遍认为续方这次是有极大的希望取得头衔的 最终却还是让桑源本应方未免成功 不过他们下一次的对决很快就来临了 只是这次比的不是围棋 而是在新初段联赛上打赌阿光跟踏实名人 谁能胜出 相信自己直觉的桑源果断就赌阿光这边 续方则表示自己作为踏实名人的门下 坚决相信他能获胜 嗯 你说了一个很无聊的谎呢 其实续方是想赌阿光赢的 只是为了和桑源唱反调 才不得不赌踏实名人 而打赌的结果虽然是续方赢了 但他却并不开心 看来是对阿光糟糕的表现相当失望 反而是直觉敏锐的桑源察觉到了 阿光在心底偷偷的让其给他实名人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的打赌还是续方赢了 总计输了两次为期赢了一场打赌 战绩来到了1比2 而且续方很快就赢来了第二次的偷仙挑战赛 这次要挑战的是他的师父 踏实名人的十段偷仙 在他以一胜一负的成绩来到第三局的时候 意外却发生了踏实名人因为心脏病而倒下 大家都以为是奇乐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他的名字 这场意外的出现让他不战而胜 身为大弟子的续方得知老师的情况 自然也去探望他了 就在这时属于续方的神之一手出现了 就是他把电脑拿给踏实名人 让他可以在网络上下围棋 直接促成了踏实名人和赛的四季对决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说续方是最重要的配角了吧 正如前面所说 续方除了当举情的工具人 还是有属于他自己的故事的 早在赛第一次出现在网络时 他就明确地表明希望能与他对决 一直以来 续方的性格都是十分沉稳且冷静的 但他唯一一次的情绪失控 就是得知赛和静藤光有关的时候 直接把阿光推向墙壁抓住伊领 追问他赛的事情 赛对于阿亮有多重要 自然不用我多说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续方也会表现得如此激动吗 因为 续方是个满脑子只有围棋的笨蛋 对答案就是这么简单 枯田老师在完全版漫画的尾页都会写下他对各个角色的评语 而对于续方他是这样说的 续方是个脑中只有围棋的人 他的师父 他是名人 也知道他是个心中只有下棋的家伙 所以才会长久以来默默守护这名弟子一路走来 左维或许也察觉到了 续方对于围棋的热情其实并不比自己少 伤员本应方应该也是看出来的其中一人 就是为了能让续方热血起来 才会忍不住开口洗脑他 但续方本人却毫无自觉 因为 他是续方 所以续方在医院这一系列看似反常的激烈举动 其实是十分切合他自身的人物性格的 他就是单纯的想要和赛这样的高手对异而已 只可惜 奥光这时未能满足他的心愿 就这样经历了几番波折 他是名人在与赛的对局结束后 迎来了与续方的第五局比赛 并在对局中展现出全新的思路与下法 不过比赛的最终结果 还是让续方宠他的老师 他是名人的手中夺的十段的头衔 如果说像他这样年纪轻轻就到达顶峰的无敌人设 还有什么遗憾的话 大概就是没办法和赛对异吧 所以在之后的交流会中 续方晚上出去庆祝取得十段的头衔 喝得醉醺醺回来后 再次要求阿光让他和赛对异 作为知道这已经是他最后能和续方下棋的机会了 同时也为了回应续方强烈的心意 说服阿光让自己跟续方下着盘棋 续方把阿光带进了房间 他这次依旧没有开灯 昏暗的房间加上窗外透进来的月光 使得这场对局更像是在梦境中进行的那般 续方更是一番过往冷酷的常态 将夺得十段的喜悦 得知他是老师隐退所受到的冲击 身为头衔者承受者的压力 以及对阿光的欣赏之情 续续都借着酒意表露了出来 续方跟阿光其实并没有特别深的交情 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他才能把不曾和别人说过的心底话都说出来吧 而对局的结果是 续方简简单单就落败了 虽然已经坠得神志不清 但他还是不敢相信阿光能有如此娴熟的手法 仿佛就像是和赛下棋一样 纵使他本人并不知道 但依然确确实实的和赛下了一局 这样他多多少少还是感到满足了吧 这局也是左维最后完整下完的一局 他在隔天早上回到阿光房间后就消失了 左维自从与他使命人对局结束后 就察觉到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枯田老师借着续方跟阿光这次的活动 表达出左维的不舍与无奈 看到左维在走廊上对着阿光的背影 说不舍的与他分开 即使已经看过无数次了 依然会忍不住失了眼眶 我在想 这次的对局除了是弥补续方的遗憾外 会不会也算是满足左维的一个心愿呢 照在若狮子赛的时候 左维就曾经邀请他一起下棋 这也是左维唯一的一次 主动向一个看不见自己的人提出对战 所以了结了最后一个小小心愿的左维 在隔天就告别了阿光 不过这也可能是我想太多啦 你觉得呢 在左维消失后阿光陷入迷茫的这段期间 续方就没有再出场了 不过动画主还是给他加了戏份 像是一角为了打探阿光的事情而找到 续方就是原创的 后面再出现就是续方赢得其胜头衔的时候啦 这个头衔对续方来说意义也是十分的重大的 既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同时也继承了自己的老师 他是名人的头衔 桑原还说既然续方是头衔的拥有者 自己也想要挑战看看呢 不过这时的续方已经完全不会却场啦 他们两个的互动实在是太有趣了 并且在故事的最后 续方在本应方挑战骰中 击败了左奸王座 再次取得挑战桑原的资格 还当着面对他说 你把脖子洗干净等我吧 臭老头 这恐怖猙獰的面孔 就是续方的最后一个画面了 不过我自己是不太看好续方这次的挑战的 因为新世代的浪潮也才刚刚开始 桑原肯定是不会这么快就退场的 而且桑原对于续方来说 就好比是克星一般的存在 续方想要击败他的话还要多加把劲啦 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续方这名角色的特质是真的十分的丰富 在桑原这样的老一辈看来 他是年轻的挑战者 但对于阿光这样的新世代来说 他又是一座难以撼动的大山 所以不论是描写年轻一代的故事 还是讲述顶尖骑士之间的争斗时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出现在观众的眼前 这种常上其下的精神 也真正就是麒麟汪的主旨之一 不过对于这名角色哦 我最有印象的还是他的那句 没有比围棋更有趣的东西了 不知道你对他又有怎么样的看法呢 希望这支影片能让你更加了解麒麟汪的故事 与虚方他的个人魅力 喜欢的话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看法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们下次再见